美麗家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馬居 我大學的時候是念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我就選了瑜伽 後來我就覺得瑜伽可以讓我的心裡找到平靜的感覺 因為我本來還蠻浮躁的 然後容易沒耐心 我覺得練習瑜伽的挑戰是 有時候你會很想要快點達到某一個動作 或想要看到某個網紅或厲害的大師做動作 然後你想要學 可是往往會因為操之過激 然後你會受傷 所以我覺得一定要身體跟你的心理達到一個平衡的時候 再去做動作會比較安全 我蠻喜歡做後彎的 因為我覺得現代人就是我們會很常低頭滑手機 肩膀會很內旋 然後會覺得呼吸就是不太順很胸悶 所以我覺得練習後彎可以把我們的胸打開 包括你的眼界跟性胸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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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